此汤具有温中下气,力成味,一肾不圆,滋热肌肤之功效,云豆绵软清香,猪手肉烂而不散,浓汤香而不腻,特别好吃,血豆提花汤的做法不重。 1.猪蹄,血豆备好,猪蹄买来已经多快,收拾干净的。 2.猪蹄洗净,放入煮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,再放入姜片和料酒。 3.大火煮开后继续煮5分钟,煮出血沫。 4.猪蹄捞出用清水洗血沫,再次检查一遍,拔去细小的毫毛。 5.将血豆洗净,加入适量清水隔夜浸泡,清洗沥干水分待用。 6.把超过水的猪蹄,泡发好的血豆和姜片放入汤包内加入适量清水,再放入一汤匙香醋,有利于骨头中的盖子吸出到汤中。 7.烧开以后保持大火状态烧20分钟,打去表层的浮沫,直到汤汁发白,然后转小火包约3小时。 8.蜘蛛蹄酥烂,放入盐调味,撒上葱花装饰,可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蘸水。 8.用酱油、醋、香油、辣椒油、花椒粉、葱花调成蘸水。 9.小窍门,食材的营养与功效。 9.血豆,又叫白腰豆,生长在几千米海拔的血液高原。 9.具有力大、色白、味美、汤鲜、口感细腻清香、营养丰富等优点。 9.用雪白来炖肉、炖鸡、炖猪蹄几家,血豆体型较大不容易熟,所以需要提前用水泡软。 9.猪蹄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,脂肪含量也比肥肉低,有美容风筋的作用。 9.猪蹄营养丰富,味道折扣。 9.它不仅是常用菜肴,而且还是滋补加品。 9.煲猪蹄汤的时候用大火烧开后,继续用大火烧。 20分钟可以使汤色发白。 9.猪蹄去腥的方法。 1.猪蹄用冷水下锅捉水,更容易去除雀水和腥气。 2.捉水时放入姜片和倒入一汤匙料酒,也可以去除猪蹄的腥气。 3.给猪蹄捉水时注意不要盖锅盖,这样可以散发猪蹄的腥气。 如何更容易去除猪蹄的毫毛。 9.猪蹄捉水后,比捉水前更好拔毫毛,也能拔得更彻底,因为捉水前有些毫毛在皮里面,捉水后毫毛才能透出表布外皮。